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不像大明星 只是一个你我们身边都有的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她的歌曲不是世界名曲 但她唱出来声音和感觉很衬 很有感 柳德华总结很到位 孙燕姿确实不是为了红而唱歌 在娱乐圈 这样一个不炒作不狗血的女歌手或许算是异类 1978年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 足及广东潮州 她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因为是父母的第二个女儿 所以赐家女给她取名为燕姿 孙燕姿的父亲孙耀红 是新加坡男理工大学电机系教授 母亲在公益学校指教 在这对知识分子父母的培养下 三个女儿分别成为了自己行业内的翘楚 大女儿孙燕家比孙燕姿大三岁 在新加坡巴莱投资银行担任副总裁 三女儿孙燕美比孙燕姿小六岁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医学硕士 父亲孙耀红是孙燕姿的音乐奇盟者 小孙燕姿从五岁开始学习钢琴 十岁第一次登上舞台唱歌 此后她还获得了英国皇家业余八级钢琴文凭 孙燕姿的父亲是新加坡南洋理工的教授 所以她很希望孙燕姿也考上南洋理工 后来学霸孙燕姿不负众望 顺利地进入了南洋理工的行销学系学习 在南洋理工上大学时 孙燕姿曾担任校园乐队主唱 在18岁时 她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曲《Someone》 母亲看到孙燕姿对音乐有持续的热情 且很有天赋 就给她报名了 李伟松音乐学校学习唱歌 1998年 当时即将上任台湾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 到李伟松音乐学校做客 周建辉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去探班正在新加坡 录音的天后郑秀文 顺便也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新人 当时李伟松安排了几位表现良好的学员唱歌 周建辉听完后 对拥有独特嗓音和扎实音乐功底的孙燕姿很感兴趣 当即表示想要代表华纳签下她 如果是普通的小女孩 被华纳这样的大公司看中 恐怕早就为了星途而抛下一切 去当明星了 可孙燕姿没有 见多识广的孙爸爸表示 如果要专心唱歌 就要先把大学专心念完 而孙燕姿的想法也与父亲一致 他表示要先上学再签约 所以当时孙家婉拒了华纳的邀请 如果华纳能等 那么两年后孙燕姿毕业再来签约 后来西财的华纳果然等了孙燕姿两年 在这两年里 华纳也为孙燕姿的出道做了许多准备 2000年这一年对于华语乐坛来说 是非常尴尬的一年 在此前的1999年 台湾还有江慧和张慧妹的唱片卖破 80万张 而在2000年 销量最高的是陶者的MOK40多万张 90年代叱咤风云的天王天后们 隐退的隐退 人气下跌的人气下跌 话语乐坛需要新鲜的血液来补充 所以孙燕姿来了 2000年孙燕姿从南洋理工大学行销学系毕业 加入了华纳 2000年6月9日 孙燕姿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孙燕姿 因为有独特的声线和扎实的音乐功底 孙燕姿的专辑很受欢迎 尤其是专辑中的内售 天黑黑 这张专辑一经推出 当年就在台湾卖出了20多万的好成绩 后来又陆续卖到了30多万 这还不算其他地区的 这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是最大的肯定 孙燕姿在市场上的优秀表现 也让华纳肯定了自己的眼光 在2000年底 公司又为孙燕姿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我要的幸福 陆陆续续销售了40多万张 成为了台湾2001年度专辑销量冠军 最后是第三张 风筝 热度依旧 此后他又陆续发行了多张叫好又叫做的专辑 当年的孙燕姿有多火呢 或许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提起另一个乐坛神话 周杰伦想必人人都知道 周杰伦的火是曲折的 是汗水夹杂着泪水酝酿出来的 他最开始是个编曲者 自己创作了不少曲词 奈何没有被任何歌手看中 于是周杰伦开始自编自唱 几几周转火了之后 才有机会发唱片出专辑 当年有个说法 南周女孙 其中周指的是周杰伦 孙指的是孙燕姿 对比周杰伦的辛苦 孙燕姿出名之路 甚至舒坦 天才歌手遇到乐坛泰斗公司 活起来是分分钟的事情 而他有多火呢 出道没有多久 粉丝数量就曾指数形势上升 随之不少粉丝都找他要签名 每次签身会都要去打架一样 像极了古惑仔里面的红星十三妹 于是大家都称他为十三姐 163厘米的歌子 为何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其独特的戏腔以及歌声的感染力 都是粉丝为之着迷的资本 出道后发行的四张唱片 每张唱片的销售量都超过25万 2000年到2003年 最高销售量的20张唱片中 孙燕姿发行过的七张唱片全部上榜 同时成为2000年到2003年间 台湾唱片总销量最高的歌手 2001年到2003年每年都有二张专辑 进入台湾年度专辑销量棒前五名 是唯一一个连续三年做到 每年都有两张专辑进入前五的歌手 真正做到在销量和获奖方面 和周杰伦平起平坐 大大小小的歌曲专辑 拿手不是红遍大江南北 而公司资源方面 孙燕姿更是直接碾压周杰伦 谁能达到如此高度 早年MV主角都是阮晶天和杨又宁这般人物 后期张爱佳 陆毅静等人也出现过 作为内地的知名歌手 韩红 称自己是孙燕姿的粉丝 就连在歌坛中一直有天后之称的王妃 都是称奇会是自己的接班人 在发型师将头发剪毁时 都被大众称之为潮流 台湾乐坛有个四大三小的说法 四大是指孙燕姿 肖雅轩 蔡依林 梁静如 三小指张绍涵 王兴林 杨称林 每个歌手或多或少都有些绯闻黑料报道 当周杰伦 罗志祥 蔡依林 多角恋被爆之际 当肖亚轩交往多任男友之际 绯闻可谓满天飞 与之相比 孙燕姿则十分低调 绯闻报道也是少之又少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创作音乐 很多听众都觉得它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要不然 多年过去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追随着她的脚步呢 不过孙燕姿在功成名就之际 也承担了不少压力 华纳将她捧到最高位 给她安排了不少工作 以歌手事业为重的孙燕姿 在多番忍受之下终于爆发了 高负重的工作之下 孙燕姿想休息了 但时间哪会等你前进 休息便可之后 孙燕姿重回乐坛 但歌手界 局势已经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虽然孙燕姿打败了梁静如 肖雅轩张慧妹等实力歌手 但她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蔡依林 这个时候孙燕姿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想要在歌曲中发表自己的看法 随后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女主角 而蔡依林在绯闻之中 歌曲 看我72遍的出现 以及另类的曲风 收获了不少粉丝 华纳想要趁热打铁 推出了完美的一天 奈何歌曲杂乱 风格迥呼不透 蔡依林五娘的出现 就将孙燕姿从第一的位置拉下来 虽然第一女歌手的地位失去了 但孙燕姿还是拥有庞大的粉丝量 几乎每个人都会横出她的歌曲 到了2011年时 孙燕姿突然又宣布要按下暂停剪了 原来她这次是要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从2000年初到开始算起 21年已经过去 孙燕姿仍然保持着零绯闻状态 她像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不炒作也不勾血 唯一的一次因为私事战局头版 是与丈夫纳迪姆结婚 网上关于纳迪姆的资料不多 这也与孙燕姿一向低调的性格有关 从0033的消息中 我们得知纳迪姆出生于1977年 荷兰籍曾在香港公司担任市场行销主管 2007年为陪伴孙燕姿 将自己的事业重心从香港转到新加坡 并且在新加坡定居 典型的富畅富随了 2011年3月31日 孙燕姿与相恋了5年多的纳迪姆 在新加坡登记结婚 2011年5月8日 两人在新加坡举行婚礼 这个508新婚之日正是两人交往5周年的日子 2012年10月30日 孙燕姿诞下投胎男婴 2018年7月25日 孙燕姿诞下二胎女儿 如今儿女双全的孙燕姿已经很少出现在舞台前 偶尔想念舞台和粉丝了 她也会发行一张专辑 办几场演唱会 或者在社交平台更新几张生活照 一丝不苟 角度不在 精挑细选 今年的5月是孙燕姿与丈夫举办婚礼的10周年纪念 所以一向低调的她破例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晒出几张与家人的合照 她晒出了一张与老公的合影 从上往下的角度 显然不是精挑细选的 曾经的销量天后 早已融入生活 没有了偶像包袱 在晒出的另一张照片中 孙燕姿举着相机自拍 在她镜头里 纳迪姆牵着自家的小狗 而孙燕姿的大儿子扶着妹妹的婴儿车 向来也是照顾妹妹的一把好手 虽然两个孩子的脸都被孙燕姿用贴纸遮住了 但快乐却是遮不住的 至于孙燕姿本人 虽然眼角早有为家修饰的皱纹 但那种为人妻为人母的幸福 最真实的被折叠在这些纹理之中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